嗨大家好我是小曲 那這邊來拍一個就是 OMAS自選的影片 那就是在今天27號 就是開放這個OMAS自選 那應該是這張 應該是這個7週年慶祝大典 這個登錄送這個 指定封印卡這個 那在這個抽之前 其實有幾點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呢 開放自選日期就是1月27號 然後你要在4月30號 之前去 去選取 然後領取的期限是5月31號 這個大家要記得一下 那其實也不是建議說 大家一定要馬上就是選 因為如果之後出那個 向羽黑金啊如果有一些 適合的隊員啊你沒有的話 到時候再去選也可以 不一定說一定要馬上選啊 如果說你的卡已經算 滿期的情況下齁那另外因為 這一次這個九封王的 夢魘集的官方有講說就是 鑽石比較好打 因為就是做球給妖精隊嘛 所以這次很多人蠻想 想選鑽石 那我個人覺得選鑽石也是不會虧的 而且九封夢魘齁齁其實 呃 呃我覺得沒打過 也可以打地獄集去刷這個 進化素材也是可以打得到 只是說不像 夢魘集必掉這樣子齁 只是說打夢魘集的話你可能就是 打個兩場他就是必掉 這樣 那至於鑽石的必要性 是不是那麼高呢 因為其實 三成就的話你打地獄集三成就 你也是可以拿到九封龍科齁 所以我覺得 呃可以不用急的選啊 可以等出來再看看齁 那這邊來 示範一下齁這個流程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要選什麼齁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官方推薦的對 卡片 那首先鑽石 鑽石呢這個我已經四張了嘛對不對 因為我卡都蠻齊的啦 所以我也不用等到項羽出來再選齁 基本上都有齁 那再來的話我們看齁 打擊 因為打擊 選打擊這個西偶神跟北偶神 我覺得是比較 呃CP值比較高的 因為這兩張如果選出來的話 都是這個究極熔煉的型態 所以就可以省掉很多素材 那我這邊究極熔煉的打擊的話 只有一張 其他的話都需要 這個究極熔煉 需要捨度才有辦法再進化齁 所以我蠻想選打擊的 那再來的話 我會比較想選的可能還有 像 海龍齁 海龍如果放個兩張來炸版 感覺也不錯 那像夏娃這個我已經有複製人了 夏娃我已經 已經 五張了齁 所以這個夏娃我也是 不考慮 那像翡翠 翡翠的話 這種常駐增傷型的卡片齁 其實 一張就好了 那我這邊是已經有兩張了 然後再來的話 像巴哈姆特的話 我已經抽很多了齁 我這邊 總共有四張 巴哈姆特 也放不下齁 所以我這邊的話 我考慮會應該是會 優先選擇打擊 多一張打擊這樣子齁 那你要選的話 其實就注意說齁 呃如果說你沒有的卡片 你沒有的 因為你要先選一個種族 一個屬性一個種族 對不對 我們這邊示範一下齁 你點下去 啊不是這個 我們找一下齁 欸 歐麥斯有你選才對齁 應該是這個才對齁 那你要先選一個屬性一個種族 那你選的這個屬性種族 假設我說我們要選打擊好了 齁如果說 暗的 妖精裡面 呃你有超過五張沒有 那他就會從 裡面 隨機選五張齁 這是系統隨機的 齁就是 譬如說暗妖精有 五隻 欸六隻 七隻好了 大家去看一下圖鑑齁 如果你超過七隻沒有 那出來的 就會是七中 七隻 裡面 隨機挑五隻 那如果說剛好 呃你暗妖精 只有一隻沒有 沒有 那你有的 你有的 呃 就是說你的暗妖如果已經全有了 你想要選複製的 像我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暗妖 大於五隻的話 那一樣會從 這個 大於五隻裡面挑五隻出來 齁就是隨機的 那如果說你沒有的 當然是會以你沒有的為優先 只是說你沒有的如果大於五 他就會隨機挑五隻 齁那如果說你 你已經都有了 那就是也是隨機挑 齁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說你沒有的是兩隻 你沒有的暗妖如果說你沒有兩隻 那總共暗妖有七隻 那你那兩隻沒有的一定會優先出現 那另外三隻呢就是隨機出現 這樣子齁 那我們這邊就選打擊 齁那選下去的話呢 他就會出現五隻給你選齁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 齁我們就是有出現這個 救急龍鏈的打擊 那我們就按這個確定 齁 好這樣子就獲得了齁 那獲得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去把它領出來吧 看一下 因為他這個領取期限的話 是五月三十一號 咦還是已經在包包了 我們看一下 咦已經在包包了齁 好啊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完成這個 歐妹自選的流程齁 那以上呢就是 今天的影片啦 那祝大家都可以 呃大家要選之前齁 先去確認一下 你想選的 齁屬性 跟種族 那一個 卡片的系列齁 到底是 你是不是可以必選 的中 那我建議是一定要選 必選 得到的啦齁 不要浪費這個機會齁 送你一張卡 只要你去賭那個什麼 六分之一 這個機率齁 我是覺得不太好啦 齁當然是 可以能100%中的為主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 謝謝假鈴鐺 喜歡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